大家好,我是阿森,這支影片要來跟大家聊聊造型了 特戰銀豪Patch 1.03最讓我期待的不是遊戲平衡 而是現在畫面上看到的酷炫造型 有受到玩家的疑問是關於特戰銀豪的造型應該怎麼買 其實特戰銀豪的造型它是隨機分布在商店內的 大家可以看得到說整體而言會有一個主打的商品是最上方 然後下面四個單項會是個別的單一項目 像是左下角的流金帝王 再來是暴徒、間諜還有流金帝王的鬼魅 這些都是隨機的單品項目 你沒有辦法一次打開全部的武器菜單去觀賞 裡面總共可以買什麼東西讓你直接購買 你必須要等待商店的刷新之後才可以買 主打商品的CD時間比較長一點是最少一天以上 那你可以看得到是個別單一項目都會是24個小時更新 而我苦苦等待臨近的下架後 終於看到了傳說中的龍炮 整個尊者幻炎龍炮的造型是特務幣9900塊 換算成星台幣是約莫3000塊 整個尊者幻炎有五個武器造型 四把槍以及一把刀 有暴徒、間諜、判官、狂誓 每把槍單價都是2475 刀子的話比較貴要4950塊 4950換算台幣差不多1500塊 每把武器都有左邊額外高級效果可以開啟 等級2 視覺效果是火焰彈還有射擊音效 等級3 動畫 切換武器時龍會盤旋在你的手上 而換彈時龍會把彈夾雕走 可愛捏 等級4的終結特效在你擊殺敵人最後一名成員的時候 會有龍噴出火焰吞噬對方 等級5、6、7的換彩顏色分別是紅色、藍色以及黑色 如果你喜歡紅色的話就直接開到紅色就可以了 但如果說你想要直接到黑色的話 你勢必得把紅色解鎖、藍色解鎖 你才有辦法拿到黑色的造型 我個人認為沒有出白色造型是這把武器最可惜的地方了 而至尊幻炎的刀乍看之下有一點普通 而若是開啟視覺效果後 你會發現這把刀有點像CS爪刀甩出來的感覺 上面還附帶火焰 看起來真的是有夠中二、有夠甩 整個銅捆包還附贈了三個小東西 分別是塗鴉、吊飾、以及玩家卡面 以靜靜模式來說 這四把槍發動性比較高的是間諜以及暴徒 狂飾只有小香菊或是ECO才會看到 我幾乎沒有什麼在用 判官更是少見 如果是出重砲的造型的話 那就好多了 特戰銀豪Skin的重點 一直都是需要額外的浮能點數 開啟武器的特殊效果 或是大家已經有間諜和暴徒造型的話 我建議擔買刀就可以了 只需要花10點浮能點數 就能耍中二囉 實際使用心得 在武器效果全開的情況下 龍炮造型確實會有一點影響到視覺效果 不論是掏出武器或是射擊會有點擋視野的感覺 可能是龍太帥氣了會吸引人的眼球無法專注在準心上 換成的時候會有龍的吐息聲 多少會影響到一點聽音變味 雖然特戰銀豪Skin 並不能像CSGO一樣能夠在市場上進行二手交易 但是一把好刀換算台幣 也才需要1500塊而已 我覺得蠻佛心的了 我在CSGO抽一把刀 花的可不只是這個樣子而已 甚至抽到破斬給了你一把鳥刀 身體而言我覺得這次至尊幻影的刀是很值得入手的 至於其他武器就看個人的使用程度了 你對於這次的龍炮造型有什麼看法呢? 什麼武器的造型最吸引你?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 以便後續接收更多關於特戰銀豪的遊戲影片 謝謝你的收看 我是阿森 我們下次再見 小鈴鐺 我會不會被制作優惠 請問你的詞 並沒有影片